据阿联酋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,近日,沙特一座国际机场,又伤弱卓遭袭,初步估计,共造成一死气伤。 同时,伊朗的准盟友胡塞武装宣布,他们近期借助无人机,袭击了叶门边境附近的阿布哈和吉战士两座机场。 而在此之前的6月中旬,胡塞武装才刚刚袭击了阿布哈机场的抵达大厅,共造成26人受伤。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,自从上个月底,叶门胡塞武装声称,要对沙特以及阿联酋的300个战略目标,发动袭击后,该计划目前正在有序进行驻。 上个月中旬,胡塞武装多架无人机,从叶门境内升空。 对沙特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,发动了袭击,并造成两个石油泵栈受损。 同时,胡塞武装宣布,这只是针对300个目标的首次袭击。 接下来还要对阿联酋,以及沙特,发动299次同样的袭击。 当时看,胡塞这个计划,也只是口头上吓唬以下沙特等国,并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。 但综合这一个多月,胡塞对沙特境内的十余次袭击来看,他还真是说到做到。 再来290次,沙特必然顶不住。 本月11日,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,对沙特一所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。 12日,胡塞武装又攻击了沙特新南部,一座重要机场。 16日,沙特两座机场再次遭袭。 17日,胡塞武装一周内对同一机场发动了第四次袭击。 20日,沙特一座电站,又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。 虽然伤亡情况不明,但通过胡塞武装这几次有序的袭击来看,他目前正在有意调整战略战术。 试图将战火转移到沙特境内,迫使沙特联军放弃对叶门政府军的支援。 那话说回来,胡塞武装本次战略调整,到底有没有效果呢? 我们站在叶门内战的各方立场上分析,战争爆发初期的主要矛盾和战斗,基本都发生在叶门国内。 一方面是胡塞对叶门政府军的围剿,另一方面则是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在叶门境内的对战。 从战局上看,胡塞武装始终占据住一定的优势。 但经过和台达战役以后,由于沙特联军的大举介入,导致胡塞武装失去了以往的战略优势,因此逐渐变成了被动的龟缩防守。 通俗讲,也就是胡塞已经从围剿方变成了被围剿方。 如果此时再不调整战略,那被剿面也是迟早的事。 反回头站在沙特的角度上看,如今叶门政府军在他的支援下,虽已能站稳脚跟,但却无力阻止胡塞,袭击周边各国。 另外再加上英美国,会都通过了对沙特的武器禁售令。 这对沙特来讲,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。 说到底,如今就连美国都在与塔利班和谈。 而沙特却不知死活得非要趟燕门这滩浑水。 恐怕迟早都要自食恶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